那今天我們又要公佈一個新增的案例 那新增一例是美籍的男性 那我們懷疑他是遭受到已經離境的 他的美國的友人的感染 那這第50例 為中部這50多多歲的美國籍的男性 獨自在台工作 2月24日曾接待4名來台的美國友人 那距於2月26日離境 那案50於2月27日3月4號7號陸續出現胃寒咳嗽及發燒的症狀 那7日就醫後收至住院 那10日有醫院採檢通報於今日確診 那在負壓隔離病房治療中 那案50在2月24日接待的市民 美國有人為兩對夫妻 其中一對夫妻有一人於2月24日出現冷戰咳嗽疲倦的症狀 另一人於2月26日離境後也出現症狀 那且該對夫妻在美國的家人於3月10號 確診武漢肺炎 另外一對夫妻一有一人於2月26日離境後出現呼吸道的症狀 那依據整個這樣的一個接觸的情況 那我們研判他是遭受到美國有人的感染的可能性相對高 因為美國有人是在2月24日開始就出現症狀 而那一天他是在2月4號進到台灣2月26號離開 最新的這一例的話 他的友人他是在入境的時候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說那時候大概也不可能會曬檢得出來 那美國我們大概是幾乎已經到了這個臨界點了 我們大概一定會把它大概升級提醒大家注意 那就如我昨天講的我們對美國壓地 地區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還是會分州或者分區 這樣做相關的對應的措施 我們第二批武漢包機反台的361人 我們在採檢全部都是陰性 那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還是要持續的觀察 所以現在都在集中檢疫所內 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那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台灣做很多 那我既然是指揮官 那我對於這樣的一個疫情 那什麼時候會到達高峰 那我的判斷是什麼 那我跟講說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這根據整個情況的一個變化 我們也看得出來它的趨勢 可是目前來講 我還沒有辦法看到它的一個終點 所以你很難去預測這個疫情怎麼樣 那我講了一句話 大家都還是滿認同的 我說現在最有資格來 最有能力跟資格來預測這個疫情的 是有兩個 一個是中國 可是因為它的case最多 那來龍去脈它最清楚 那可是中國講的大家都不相信 那另外一個 有資格來預測的是WHO 因為它的專家跟國際的資料最全 可是偏偏WHO從來不講話 所以這兩個 一個是講了大家也不信 一個是都不願意講 那當然我們在台灣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預測 整個疫情的變化 但是我們做最壞的打算 做最好的準備 也只能這樣子